我是一個專門解決各行各業人們失眠困擾的醫生 在台灣,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有失眠困擾 不管是短期失眠或是慢行失眠 皆讓許多人的生活失去了英勇的獲利 高中生面對龐大的升學壓力 睡眠品質每況愈下 工程師昼夜輪斑,導致生理時中混亂 家庭主婦因為更年期,夜裡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因此,我持續不斷地尋找幫助病人減緩症狀的方法 在醫科中心的協助下 一同為患者開發了一台智慧調控多波段光照系統 自會調控多波段光照系統 可由醫師設定所需照射之光源比例與亮度 以進行生理時中調節 設定後,可由醫師設定所需照射之光源比例與亮度 由病患攜攜帶回家使用 具有居家治療之效果 並具智慧功能 可記錄照射狀態與資料 提供醫師作為診斷參考 成功改善失眠患者的症狀 利用光源去調節睡醒周期 與藥物治療相比 不僅可以減少副作用的發生機率 也能配合人體生理自然運作 研究顯示 每天早晨進行光照治療兩小時 連續持續14天 可以提高住在機構中的失智症患者睡眠效率 減少夜間清醒的時間 醫科中心擁有光學、機械、電子、遺材驗證等各種領域的專業人員 以最先進、最前瞻的技術提供儀器設備克制開發 編集商 編集裝 控制作用 紀念中 mam